黎稿基督 利息是最嚴重的 雖然現在美國有機會減息一百多個百秒 但始終的截與息差一距 二到一% 就算美國減息我們不會減之外 還需要有機會價值 因為如果我們停泊香港的錢 因為香港的政治不穩定離開 我們就要價值 價值很簡單 如果將利息加2% 如果你借500萬 你就每一年要多付10萬元 每個月就要付8333元 坦白說不是很多人捱得住 老實說 香港的樓室是結構的問題 你不要經常賣 應該是炒家炒起樓 應該有太多國內人來 應該是公屋富起來 又要買樓 你不能夠賣這些人 因為大家都希望有自己的物業 政府第一件事就是增加工業 除了增加工業之外 現在土地一路就不足夠 不足夠的話 做官的人就說 牙力不會拿不到地 他們怕一件事 怕四個字就是官商勾結 我便宜些收地 或者我便宜些收地 或者我便宜些收地 然後被人抽出來 說官商勾結 那就糟了 兩件事 我說第一件事 如果你做官 怕官商勾結 你便不要做官 我個人的事 自己已經很心痛 就是應得如署 我現在年輕三、四十年 到了年輕人這個時代 我上不到樓 我會怎樣做呢 我都會跟他們一樣共激 但現在就未到這個問題 希望政府是既然知道政治問題不能搞的 不要搞了 搞民生問題 民生四大 你不用搞,搞這樣才住 因為有新的空置稅 地產商會少一些豪宅 因為一年時間根本買不到豪宅 豪宅的樓價會穩定 如果政府放寬豪宅給人換樓 豪宅樓或者會升一些 中營以上 因為地產商會有很多 可能會有些回調 但不會,幅度很大 因為現在需求量大 供應又不夠 就算回調也是因為有些政治環境 要住不住